在两个月前遭阿布沙耶夫武装分子掳走的四名人质大难不死,在本月8号获得释放。 早前为四名人质奔走筹款的家人,在前一晚就接到通知,表示人质会在今早从亚币返回湿屋,因此一大早就守在湿屋机场接机,迎接这四名家人的归来。 头戴鸭舌帽的黄德纲、黄德书、黄洪信和刘俊贤,于早上8点55分,在官员陪同下走出抵达厅,和久违的家人相聚。 终于回返家园的黄洪信也给了父亲黄石通一个吻,祝他父亲节快乐,他的归来相信就是黄石通最大的父亲节礼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